大家好,我們是開箱特停族 我是Buru 我是Yvonne 今天我要帶大家來開箱 將將 什麼?LV嗎? 不不不,我要帶你看更好的東西 Yvonne,你還記得那個很會投資的健安嗎? 記得啊 它活不到千安就公蛋,住別墅,真的超厲害的 怎麼可能 現在市區大樓兩房一車 都要一千萬起跳耶 主要是因為它有跟上大航海的時代 購入了幾張航運股 現在看準風向要變,所以把它脫手 不當航海王要當別墅的主人囉 好羨慕喔 30歲就買了別墅 也太強了吧 對,他還跟我分享他的公蛋策略 只要32分鐘就可以享有巨蛋生活機能 還可以搭上屏東的發展潮 真的是一個兼自助又投資的好標地呢 很棒耶 聽起來確實保持又很有前進 但到底在哪裡啊? 不要賣關子了,快點帶我去 走吧,Let's go 就是這裡 位於里桿的皇家雄喜 其實里桿一點都不遠喔 位於高雄跟屏東的中間 而且上國道還只要六分鐘 那高雄市中間跟屏東市中間都超便利的耶 讚,里桿會不會很偏僻啊? 附近生活機能好嗎? 該不會要騎車半小時才有便利商店吧? 不不不,里桿一點都不偏僻喔 位於里桿的皇家雄喜 有鬧鐘取勁的特性 只要三分鐘就可以到達中山路商圈 十一主行樣樣都有 而且菜市場就在隔壁而已耶 媽媽隨時想要買好料煮大湯給大家吃都可以 現在很多人滿追求下班的生活可以簡單一點 皇家雄喜就有大隱雲式的特性 除了生活機能方便以外 四分鐘就可以到達阿里港公園 可以帶小孩子來放電 傍晚的時候還可以跟爸媽到河堤公園散步 把上下班的時間分開 這樣生活才更有品質 而且離港的環境真的超棒的 有公園、河堤還有學校 通通都有 聽說連遠在美國人都要買一戶了 都要最會享受生活啦 我猜阿 他一定也是被皇家雙喜的外觀給迷上了 這裡有歐式建築的古典杆 還有無名面寬的雙側褲 整個看起來就是好氣派喔 快快快 你先幫我拍一張網美照再說 我幫你拍拍拍 其在市區住小房子 不如來離港當別墅主人啊 生活品質更好 不如我們進去參觀吧 走 哇!好大的客廳喔 調高三米幼的空間 完全沒有壓迫感 大地平就是可以任性 跨年夜啊 我就要揪我的姐妹們 來開party啦 而且啊過年過節時 十幾個青藩好友坐在一起 也都沒有問題耶 你看不只客廳啦 連餐廳都很大喔 你知道嗎 我有很多買大的朋友 他們都希望可以擺一個 這麼大的餐廳 大家一起用餐 整天生活的儀式感 我也覺得獨立餐廳空間 真的很重要耶 大家在外面忙了一整天 聚在一起吃飯的時光 真的很幸福呢 真的 不過你知道嗎 這裡全棟有五房規劃 主臥完全是我的菜耶 有落地窗、大陽台 而且放雙人家大的床 空間還臭臭有餘呢 重點是有我夢寐以求的 獨立更衣室 這樣我的衣服 終於就有家可歸啦 不用再說在一旁的角落 主要是對面的空間 可以坐像這樣的遊戲間 小朋友在玩耍的時候 父母可以隨時看得見 這裡的次卧也蠻寬敞的耶 要是以前外遇散的 在市區買大樓 空間大概只有這裡的一半吧 嗯 對耶 這裡三代同行也沒問題喔 皇家休息的四樓啊 還有特別規劃一個多功能的獨立工作室 你看啊 可以做一些休息室啊 會客室 都是很不錯的選擇 另外還有它最大的特色是 它還有一個獨立的大陽台 可以在這邊做空中發源的植物造景 或者是露天烤肉 都不是問題喔 四樓的另外一個空間 還可以做一個獨立的家室區 在做家室的時候 還可以欣賞熱美麗的山巒 難怪竟然那天這麼激動 跟我分享他的海豬大餐 有了航運股 也有房地產 真的超配服他的 皇家休息是一個 製助兼投資的雙右式標的 除了有好的生活品質之外 也會跟著屏東越來越好囉 沒錯 屏東這幾年發展超快速 除了農業生技園區帶動產業發展外 也進駐了高鐵、榮縱這些成交型建設 另外還有讓城市更有溫度的人民規劃 像是市地新墳和走圖 這次市民公園 也融入了世界級認證了 離港啊 在高屏中心 只會越來越好的 重點是 不用千萬就可以買到大地名的別墅喔 而且真的是 離成不離成呢 看來我們應該要好好思考一下 自己未來的投資標的 為自己投資一個有前進的外農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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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